嗨 大家好 我今天想要来谈一谈 民进党在2020 选举总统大选的时候 它要用的策略 它的策略就是借壳中华民国 然后来推动台独 但是要用中华民国来骗取选票 今天我看到联合报有一个社论写得非常好 它说民进党改包装中华民国 国民党竟然雅雀无声 不管是不是雅雀无声 还是在这个阶段讲的声音都出不来 我必须要讲 大家选的是中华民国总统 对不对 那如果蔡英文不承认中华民国 他有没有资格选中华民国总统 蔡英文是已经当选的中华民国总统 但是他一直不承认中华民国的宪法 不承认中华民国的国号 那他是不是还有资格继续做总统 然后明年继续选总统 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我们大家想到的问题 当然在蔡英文过去 经常用的几个名词来形容中华民国 他说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 中华民国是那个国家 这个国家 蔡英文还说中华民国台湾 甚至根本不称中华民国 只讲台湾 那现在的民进党到底在做什么事 我先给大家看一个图 这个图就是 从去年的县市长跟县市议员的选举之后 在中华民国 在我们台湾 他到处都可以看到的 中华民国骑海飘扬的图像 这就是我们的国民 要支持的国家 这也是我们的国民绝大多数 除了民进党台独这些人以外 都认同的国家 经过这么多年 民进党的嚣张跋扈 国民党的软弱 不敢对抗 不敢大声讲话 之后出现了一个 全民集体热忱 捍卫中华民国的气海 所以蔡英文看到了 她怕了 她晓得如果要选2020的总统 她必须要借客中华民国 她一定要用中华民国的名义 捍卫中华民国 然后出来她才能当选 但这个叫做借客 简单一点讲 这个叫骗子 为什么要叫骗子呢 其实在联合报这个社论里面 我觉得写得非常好 我想把它稍微念一下 民进党一贯 坚持台独立场 其长期以来的论述 从1991年的台独党纲 明白解释要用公民投票 建立台湾共和国 并制定新的宪法 到了1995年的台湾前途决议文 则将国家主权限于台湾 已经没有什么澎湖金马了 那只是目前的国号叫中华民国 再到2007年的正常国家 决议文 进一步要提出正名 制限 使台湾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 所以各位看 民进党其实就是要 用公投 把中华民国改掉 要搞台独 台独的国号就叫台湾 那因为看到了 绝大多数的民众 要的是中华民国 所以呢 他就开始 他骗人的技术 一直在后面演进 我先来跟各位讲一下 就是说 先讲民进党的这个部分 民进党过去一直的主张就是 中国跟台湾一边一国 中国跟台湾一边一国 所以你看民进党 蔡英文这些人 都不提中华民国 在过去都不提 他只提台湾 然后另外一边 中国 他叫一边一国 但是到2020的总统大选之后 他发觉到 如果这样没有选票 所以他怎么做呢 他也是一边一国 中华民国等于台湾 那边叫中国 各位看到了 中华民国等于台湾 所以他还是在搞台独 但他名称叫做中华民国 你看会不会骗 很会骗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的宪法 跟大陆的宪法 好不好 中华民国宪法 就是大陆地区 台湾金马地区 这就是中华民国宪法 而且中华民国宪法 真修条文讲说 在国家未同意前 也就是说 两边 大陆跟台湾金马 还没有同意之前 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做 所以中华民国的宪法 是指大陆跟台湾金马 那有许多人讲说 大陆很蛮行 大陆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那我再来看看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好不好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 它所主张的国家的领土 跟我们中华民国宪法 是一样的 各位看到是一样的 都叫做大陆 台湾金马地区 一样的哦 所以如果再回头再看一看 民进党2020的策略 有什么不同 当然不同了嘛 大陆变成了中国 变成了另外一个国家 变成了一个共产的国家 他们讨厌的国家 大家应该把它定位成为 敌国的国家 也就是这一次 民进党国安法修法之后 把大陆正式变成了一个 敌对的国家 那他要选举要赢怎么办呢 还是一样嘛 他就搞台独一边一国嘛 但是他认为 用台独的国号行不通 重新去修宪 自宪也走不通 所以他开始要去骗选票了 因为看到了这个状况 他要开始骗选票了 所以他就开始讲 他要捍卫中华民国 但是中华民国在他认为 就是台湾而已 澎湖 金门 马祖都不是 然后大陆 也不是我们的领土 这就是民进党啊 就在这边骗人啊 为什么 要选票了 要骗选票了 今天的中选会啊 被蔡英文搞得一塌糊涂 派了一个民进党的李静勇 去当中选会的主委 那我现在很想请李静勇 去问一下 凡生要登记参加中华民国 2020总统大选的人 他是不是捍卫跟支持中华民国 捍卫中华民国的宪法 各位我在这边讲的是 有一点差别的哦 就是民进党所讲的 民进党所讲的 这个部分 请问蔡英文 你是不是主张 中华民国等于台湾 然后大陆变成中国 另外一国 我们的领土不给予大陆 是不是就搞台独 所以蔡英文一定会回答说 我捍卫中华民国 因为我叫捍卫中华民国 我就会选票了 可实际上中华民国 对不起 只是我借壳的 我是要搞台独的 但是我们选举 没办法 我要骗大家 各位 我才是真正的捍卫中华民国的人 我要骗大家 但是中华民国 就只等于台湾这个岛而已 彭沪金嘛 都没有了 大陆也没有了 那个叫敌国 所以要骗大家 这个就是民进党的骗数啊 搞到现在为止 大家清楚了没有 大家如果真的再去看一看 蔡英文讲的话 你看 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 台湾是地位未定论 就中华民国是未定论 这是蔡英文 各级所讲的啊 一切都是一切都是如此啊 再看看所有的东西都要怪大陆就好 蔡英文的走私烟 我觉得你要怪大陆 你也要怪大陆 这都是这些蓝军的人 跟黄国昌你们这些人去搞出来的 这个事情要怪大陆 所有的选举 民进党 都是主张台独 从头到现在 都没改过 都没有改变过 可是蔡英文 她魅于一个事实 就是其实 中华民国 在她的心目中 早就不存在 因为她是一个未定论 她是一个流亡政府 但是我很久以前我常常讲 以前的联合国 有一个叫中国的席次 中国的席次从1945年到1971年 代表是什么 是中华民国 到了1971年之后 才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 去代表中国这个席次 在联合国里面 但是当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去了之后 中华民国出来了之后 中华民国还是存在的 她只是不是联合国的 常任理事国 她也不是联合国的 这个所谓的会员而已 会员国而已 但中华民国是一直存在的 但是蔡英文这些民进党 她就是要否定中华民国的存在 她只想搞台独 但搞到了今天 蔡英文现在的政策 大家看到一塌糊涂 蔡英文的施政有够贪腐 民进党有够贪烂 民进党有够乱 弊案有够多 整个国家 整个社会被她搞得动荡不安 经济衰退 人心浮动 两岸的关系一直没办法进步 而且变成敌对 尤其修国安法之后 把大陆变成了敌国 所有跟大陆的交流 都很可能有违反国安法的嫌疑 都会被扣上帽子 但是以我们中华民国的宪法 本来大陆就是我们的领土 所以蔡英文现在把大陆变成了中国 敌国 把台湾 在选举的时候变成搞台独 等于捍卫中华民国 各位啊 这个骗数真的是高啊 你看我们的教科书里面 什么台湾地位未定论啦 又是中华民国跟存在不存在啦 然后我们的历史啦 全部都改掉了 他就在洗脑各位 他在篡改历史的事实 他在毁坏中华民国 他在摧毁中华民国宪法 可是竟然到了选举的时候 你看 真的是好特别好特别啊 民进党开始 再来改包装中华民国 改包装了 他变成了是中华民国的捍卫者 这样就可以骗到选票了 各位 有这么简单吗 所以我建议各位 蔡英文要出来参选中华民国 下一届的总统 蔡英文现在是中华民国的总统 要问蔡英文一件事 请问中华民国的领土 中华民国的宪法是什么 你会不会全力捍卫他 而且贯彻施行 保护他 会不会 如果蔡英文讲的任何的话 跟现在的中华民国宪法 是不符合的 蔡英文过去讲的 这个国家 讲的台湾 地位未定论 讲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 请蔡英文说明清楚 过去他是不是说错了 还是过去他说的是对的 如果这样子 他就违反了中华民国宪法 他就没有捍卫中华民国宪法 他不但现在没有资格 继续做中华民国的总统 他也没有资格 选下一届的中华民国总统 第三个要问蔡英文的是 你是不是还是继续要搞台独 你要继续用修改国安武法 剥夺中华民国国民 在宪法里面所有的人权 然后用国安法的方式 去恐吓大家 让大家不敢对你提出批评 让大家不敢跟大陆交流 是不是 各位 我们现在的生活 往往变成非常的安逸 然后我们也怕民进党 这些执政党的这些 不孝的官员修理我们 所以我们没有声音 我们走上街头 明明就是选中华民国的总统 为什么我们不能大声的去批判 不承认中华民国 不承认中华民国宪法的蔡英文 是没有资格出来选中华民国的总统的 没有资格做中华民国总统 为什么国民党不敢讲话 为什么许多的民众不敢讲话 这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笑话 就是不承认这个国家 不保护这个国家的宪法的人 竟然可以做这个国家的总统 这蔡英文讲的 这个国家 今天我要跟各位谈的就是 我希望所有中华民国的国民 大家一起醒过来 中华民国的宪法 是我们要大家一起来捍卫的 中华民国 我们这个国家 是要大家一起来捍卫的 不是蔡英文 也不是民进党 你们都要摧毁中华民国 你们都要摧毁中华民国的宪法 你们当然没有资格 你们没有资格 出来说我们要捍卫中华民国 你们没有资格 我更希望从现在这个阶段起 大家就要问中选会 蔡英文有没有资格 大家就要问内政部 蔡英文有没有资格继续做总统 做中华民国的总统 中选会 蔡英文有没有资格选中华民国 下一届的总统 大家问的是这个问题 大家再回去看一下民进党 从过去到现在的历史 民进党是不是要搞台独 要摧毁中华民国 要摧毁中华民国的宪法 是不是 是啊 民进党是不是要把大陆地区 化成敌果 然后割出去 然后跟他对抗 跟他打仗 如果都是 各位 我们现在一定要醒过来 这场的选举 不要那些什么韩国瑜 鸡毛蒜皮的事情 拿出来变成头版头条 拿出来变成真正的 所谓我们现在全国民众 都在看的最大的新闻 我们大家现在看到的是 民进党蔡英文政府的腐败 民进党的腐败 应该看到的是 民进党要搞台独 民进党要借壳中华民国 再搞台独 来赢得下一次的大选 民进党把我们的教科书里面 全部都修改了 把所有的文化历史 通通修改 成为错误的文化跟历史 全世界没有一个真正热爱 这个国家的人 做得出来这些 卑鄙下流肮脏的事情 更是说谎连篇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我们大家 应该要醒过来 我刚刚讲的 大家应该问蔡英文的 那两个问题 问中选会问内部的 两个问题 我觉得大家都应该要去问 如果蔡英文不是支持 中华民国宪法 蔡英文不承认 他是中华民国的总统 他讲的 捍卫中华民国都是骗大家的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我希望以后有机会 继续来谈一谈 民进党到底有多腐败 为什么要被推翻 民进党搞台独 到底是什么 骗大家 想用中华民国借客上市 赢得2020年的总统大选 我希望我们来继续 来继续聊这些问题 我们大家一起了解 大家一起来捍卫中华民国 捍卫中华民国的宪法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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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